大家好,說回一宗娛樂新聞 最近是25周年 香港並不是中國香港回歸25周年 各大藝人 各大藝人紛紛馬上要表態 因為這個時代不表態 基本上別人就當你是港獨黑暴 所以既然有得乖,快點乖 包括最近林二汶馬上是 我加了人民幣 是人民幣,我加了人民幣 馬上舔不及了 原來由小到大都很熱愛中華文化 但今天主角不是他的 很多明星,或一些 2345678線的藝人都拍了影片 現在很流行 基本上中國那些明星就是自拍 好像坐牢的監犯 即是拍那些自拍那些 不知說什麼 即是說一大堆東西 那麼我們的四大天王 張學友都有份拍的 但是他的視頻 最後被官方刪除了 為什麼呢? 他講了些什麼 我先看看原片 張學友 香港過去25年 經過很多高高低低起的這幾點 但是 因為我是和你的城市一起成長 因為你出生在雷城大 那麼 我仍然相信這個城市 而希望這個城市 會變成一個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 希望大家有很多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首先網上有人說 昨天將我發佈了一個視頻 很簡短的 但是很多網友都說他遺忘了 提到 祖國 沒有祖國哪來香港 要不是中國 我們香港的祖國 原蛋 可能張學友和其他名色的祝福不同 說話很嚇唬 真的沒有那麼濃烈的感情 真的沒有那麼誇張 至少 喂 不停留兩滴眼淚 大哥 你演員 對不對 你看看我們歐陽波比 你看看 張學友太平淡了 所以有些網友在評論中表示 應該說一聲祖國 其實你那段 你強行加下去沒什麼意思 是不是最後大人 愛祖國 愛黎明 他是張學友 不好意思 這個是每個人最真誠的表達 之後這個視頻被人拆除了 這個當然不會是張學友要求 很明顯就是 當中有一個 其實他不是沒有提到祖國那麼簡單 其實我最大的問題 可能是香港加油 這句聽起來平平無奇 但其實在現在這個 我們祖國那麼敏感的神經上 首先你講香港加油好日很大問題 因為其實是中國香港 應該是中國香港加油 但就算你說中國香港加油 也是有問題 因為自從這個反送中事件 你說香港加油 他們就會覺得這個是港獨 是不是 即是你搞獨立 就算你加多個中國香港加油 其實也是一樣的 那到底怎麼說才行 直接說中國加油就搞定 有中國 不是有香港 對了 我是香港人 我是中國 我來自香港 中國 香港 香港中國 那些白癡抖音 你們都知道 我這裡我不裝 我真的裝不到 我是中國的 中國香港的 祖籍時惠州 哎呀 即是那些低能抖音 簡單來說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說 你全部都說祖國加油就搞定 因為整個都是中國的 所有城市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聽過 北京就是中國北京加油 中國上海加油 中國福建 那你什麼要提著 香港是中國 這件事我不會否認 因為本身 本身這個是清朝的時候割樣 即是 當時我們中國的清朝 被八國聯軍打得很糟糕 就是四處割來各去 澳門也是割的 那沒什麼 在宏觀歷史上 香港的確是中國 這件事沒得否認 對吧 但我覺得不用刻意提著 剛剛所說 你散頭 難道你是中國散 中國散頭的 下門 中國下門的 江門就是中國江門 一定的 就是這樣 張學友其實以往 其實他已經多次表達了愛國 即是很糟糕的 但內行 你幾糟糕都好 我跟你說 在中國 即是我們在中國做藝人 你的道德要求是非常高 無論你之前糟糕了十次八次都好 只要你碎一次 對 你碎一次就足夠了 不用說其他東西 即是 你就好像現在這樣 即是天王都沒有面子給 對吧 你四大天王 即是中國香港的四大天王 就要走開吧 我們中國自己沒有歌星沒有明星嗎 對吧 有韓紅 有其他那些 我使要你 什麼過氣四大天王 所以其實 在今時今日 那些什麼中國香港的藝人 想拿這些 過時 其實 遲了 如果你做很多二十年 二十年都還說 你今時今日 中國本身都有自己的歌星明星 他們自己 即是中國的網民 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偶像 為何今時今日 還要去順拜你們這些過氣的香港 可能 你說早那些 即是我這個年紀 三四十歲 即是小時候看電視 因為當時大陸都是看香港電視 他們都還會說 可能看TVB那些 但我告訴你 現在新一代的中國人 即是新一代的中國青年 零零後那些 根本是不會認識你 什麼香港的人 他最多都是認識周星馳 所以就是這樣 各位奶共的藝人 麻煩以後注意一下言論 即是你們最好說的一詞一句 找人收拾才說 就是這樣 我們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